你知道世界上最凶的狗吗? 虽然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会在暗中保护人呢 然而大家却忽略了一件事情 狗可是自然界顶层的捕食者之一 它们拥有锋利的牙齿 丝毫不怕自然界的各种凶猛野兽 只要它们愿意,甚至是能和野兽厮杀 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15种最凶猛的狗 第15名比利时牧羊犬 比利时牧羊犬是13世纪 从英国引经的猎鹿犬杂交形成的 一共有四种不同的类型 即马里诺阿犬、格鲁安达犬、坦比莲犬和拉坎诺斯牧羊犬 比利时牧羊犬略小于德国牧羊犬 多才能,非常聪明和易于训练 永远不知疲倦的特点,使其可以从事不同作业 20世纪初以前,比利时牧羊犬在比利时附近 被广泛地用来看守羊群 现在则主要被用于军警界 或被个人用来唬身 尤其是马里诺阿犬 警觉性高、嗅觉灵敏、胆大凶猛、攻击力强 携取欲望高、弹跳力好、适应性强等突出的性能 受到世界各国军队和警方的青睐 比利时军队中的500多头军犬 多数是马里诺阿犬 20世纪末 我国开始从国外引经马里诺阿犬 并应允于警方、军方、海关等 第14名秋田犬 秋田犬现是当代猛虫的代表 属于狐狸犬种 它们十分勇猛 感觉锐名 忠诚且聪明 但实际上秋田犬要比想象中更凶猛 在日本古代 村民们常常带着秋田犬去猎杀野猪和熊 而它们最拿手的纹理 是帮猎人在雪地或水中寻找被击中的猎物 寻回后交给主人 而在日本庆长年间 为了培养提升 藩式斗志 秋田犬也一直作为斗犬奸了给武士们 所以猎杀才是秋田犬的天性 第13名 意大利科尔索犬 卡斯罗的祖先是一种古罗马的盟犬 这种盟犬 迅捷又凶猛 常常用于大型野兽狩猎 甚至是在战争中 它比九经沙场的战士都不逊色 所以卡斯罗犬性情勇猛 具有非凡的勇气 并且韧性十足 耐力超长 一旦开始打斗 瓦摩斯血战到底 直到彻底胜利或彻底失败 更厉害的是 在曾经的古罗马争斗场上 科尔索犬的祖先 直接跟熊 狮子 老虎等凶手厮杀 可见他的战斗力 不过科尔索犬对主人十分忠诚 一旦感受到有人会威胁主人 他会立即发起无情的攻击 第二名 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也叫德国狼犬 名字中带有一个狼字 就可见它的厉害 德国牧羊犬1902年4月17日 正是诞生于德国西部的卡尔斯鲁厄 它身体肌肉强壮发达 骨骼健壮 通体颈凑和解 尤其是它的高智商 在世界犬种中 直接位列第三名 更是各国的随军犬种 分布范围极其广泛 第十一名 杜宾犬 杜宾犬是一种十分凶猛的犬种 可以从事各种工作 这种凶犬是19世纪末 一位名叫路易斯·杜宾曼的征税园 杂交出的一种犬种 起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一种最凶猛的犬类 后来又经过无数改良 1900年这种犬被正式承认 杜宾犬肌肉结实 双唇在扼上紧闭 牙齿大而坚持 极具咬合力 并且个性聪明 性格猛烈 非常易冲动 攻击性强 耐力持久 需要健壮有力的主人才能控制 所以就有了 没有不好的杜宾犬 只有不好的主人的说法 第十位 加纳利犬 加纳利犬是一种 由斗犬发展而来的犬种 所以基因基础非常优秀 它的个头强壮 皮肤厚实 肌肉发达 因为宽身的胸 所以非常有力 具备典型的猛犬特征 实际上这种犬具备熬犬的基因 因为它是英国马什提夫犬杂交出来的 由于它容易激动 攻击力强 多年被许多国家评为 伤人一击 致死最多的犬种 被大部分国家禁养 甚至是现在加纳利犬 也主要被养来打斗 而且加纳利犬极其喜欢 狩猎和耗食生物 这两种都是捕食者典型的特征 第九名 南非凹 南非凹犬 个头高大 强壮而稳健 体高能达到63厘米以上 重达60到80千克 光是这体型和体重 站在那里就让人望而生微 南非凹是17世纪以来 到南非好望角地区的定居者 营入的凹犬 繁育而成的一种犬 胆大勇猛 尤其喜欢扑咬打斗 就算是训练有素的南非凹 也很难改掉这样的习性 而他的历史非常久远 能追溯到南非的土猪犬 后来带有斗牛犬和斗牛凹犬的血统 当时可是仰来防备狮子的 可见他的凶猛 如果看家护院的话 南非凹绝对能胜任 毕竟这种犬连狮子都不怕 第八名 高加索犬 高加索牧羊犬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犬种 有犬种之王的美誉 成年后的高加索犬 身高最高能达到86厘米 体重可达70千克以上 光从外表上看 就有谁来就咬谁的气势 属于超大型的犬类 并且据说 它的祖先是咱们中国的藏鸥 也有人说 是与藏鸥 同属于亚洲起源的巨鸥 最初高加索犬是作为牧羊犬 熏养的 目的是要跟狼厮杀 后来作为边境巡逻犬 高加索犬身体强壮 勇猛强悍 领地是非常强 而且一旦战斗根本就拦不住 第七位是来自美国的恶霸犬 美国恶霸犬的头部 长度属于中等长度 头盖骨中间的骨缝非常的深 并且拥有极度宽阔脑壳 和非常明显的突出的脸颊 咬合肌肉 这样的体型 让恶霸犬在打斗中非常优势 光从斗性来说 这种犬类跟国内的斗犬比 一点也不逊色 同样的具有攻击性和侵略性 很多人看到它肥瘦的体型 认为它一定行动缓慢 没什么威胁性 但实际上 恶霸犬的爆发力和敏捷性 在犬力中也十分优秀 绝对不能小视 第六名 阿根廷犬 阿根廷犬在中国字样并不广泛 它也是南美洲培育出来的 少数品种之一 强壮的体格 纯白的毛色 尤其是它健壮的方形桶 一看就知道 这种犬类源自于 熬犬 当时西班牙人 为了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作战犬 便将原有的作战犬 与德木斗牛进行杂交 最后挑选出最优秀的后代 就有了阿根廷犬 不仅让它随军作战 而且还用它来猎杀美洲狮 等凶猛野兽 所以战斗力十足 攻击力跟杀伤力非常强 第五名 屠左犬 这是日本非常神秘的 大型竞技犬 训练后的屠左犬 被公认为是 世界最凶猛的犬类之一 有东方斗犬之王的美誉 这种犬 沉闷不爱叫唤 却凶狠有力 就像一位 剑道无双的武士 随时等待拔剑 以至于 二战期间 日本政府禁止饲养 甚至导致 屠左犬 几经绝种 而它直到现在 人们培养的目的 仍然是为了斗犬 第四位 斗牛熬犬 成年后的斗牛熬 高68厘米 体重超过120斤 也是绝对的大型犬 并且具备斗牛犬的 勇气与凶猛 熬犬的力量及速度 尤其是它的力量 在犬类中 出力拔萃 这个品种 是在英格兰培养出来的 是猎场看护人员 用来对付偷猎者的 它攻击的目标 正是人类 所以具有强烈的攻击性 常常被军警舰饲养 第三位 杰克狼犬 杰克狼犬 可是狼和狗 完美结合的犬种 它是科学实验的产物 在1955年 在CSSR 发生了一场生物实验 即一只德国牧羊犬 和一只 卡尔巴千狼的 混血儿 并且实验证明 是可以饲养 于是保留下来 在1982年 杰克斯洛伐克狼犬 通过CSSR的 繁殖协会 公共围会的承认 被公认为国家特有品种 所以它拥有野狼 所有的优点 只谈这些 它的攻击力 就足以排进前三 不过 现在驯养主要 以狩猎为主 并且家养的比较温顺 出了吃就是睡 第二名 挪威猎迷犬 它的体型 虽然是中等 但比例极为协调 所以结构结实 并且非常勇敢聪明 能够长时间工作 不管是什么气候条件 崎岖的地形 它都能够胜任 这是其他犬类办不到的 所以浑身散发着 陆林好汉的乞丐 而且捕猎技巧 非常优秀 喜欢通过叫声 和迂回战术 如果是成群结队的话 丝毫不比狼群差 第一名 中国傲犬 要论最雄猛的狗啊 中国傲犬 绝对是王者 这没有任何可争辩的 光说体型 成年藏傲 就能达到80公分 体重最高的 能接近200斤 这样的体型放在世界的权力中 跟坦克没什么两样 并且 中国傲犬属于最古老的品种 体格魁梧有力 强健的肌肉 坚毅的性格 以及毫无畏惧的胆量 就算是一只傲犬 独自面对一个狼群 都不畏惧 当然 也因为这样 傲犬的性格极为的凶猛 除了认定的第一个主人 其他人在他面前 全都是敌人 并且绝不能轻易靠近 否则就会发起进攻 当年的成吉思汗 统帅军队 征伐格林威治期间 党项群落 受其征调 作为北陆先锋军 直逼欧罗巴州 这只军队中的猛犬军团 并有五万多名战士 都是青色的藏傲 一路横扫 建立了让成吉思汗 惊叹不已 也羡慕不已的功劳 大汗曾感慨 金百战 雄当万夫 巨傲之助我 乃天之战神助我也 此外世界上 很多著名的犬种 比如说 德国大单犬 法国圣伯大犬 英国熬犬等等 都有中国熬犬的血统 可以说 中国熬犬 就是他们的祖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要是觉得好看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